基本上我们的工艺师呢就是打磨几片贝壳 然后就在这个比如像这个师傅他是做的那个花瓶 这个尖角的是这个检桥 然后旁边是海鸥 然后呢旁边还有那个帆船 然后再远处那个小山是小青岛 小青岛就是那个站桥对面的小青岛 这个他现在正在做的就是青岛 激光丰霸活 上颜色有的需要的话会上颜色 上完颜色以后会给他上一层保护的漆 然后他就保存时间比较长一些 这个鱼比较难做的部分就是 这个龙虎还有这个 哇这样做的我大概三年做完 我们六位工军 这是一座桥 然后这些是棕树 大家可以有一个效果 这个是花开富贵 这里面刻的这个花应该是牡丹花 大家可以在这边看一万二 然后这个就是相当于原样 远远复原了青岛的这个海鱼 它因为它被雕的颜色大部分都是这个 粘上然后放到纸上就可以了 放到我这个纸上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就上上了 好 走吧 走吧 就是拿剪刀剪的 然后表起来了 这五个小花吧 是代表春夏秋冬 就是一年四季 是吧 人人都要过这一年四季嘛 春夏秋冬 这几幅吧 就是二十年了吧 就时间长了 就掉色了过去吧 那就是纸了 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知道 那么北边呢是采用了中国的地方 现在呢 中国很多城市都是这种道路明明的 那就是这个欧式建筑 刚才提到这个德国人修筑的建筑 这边请 是整个青岛最大最繁华的一条道 我们在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 就被称为是山东的第一小野建 最大最厉害的一条 那么在 六十年的历史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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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